前两天我刚搬来海南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现在每天晚上一闭上眼都是那个画面 害怕的朋友现在可以走了 但如果你不走的话就一定要停完 一定要停完 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一个郊区 没有超市 买菜是要去菜市场的 那天我去菜市场买鸡 卖鸡的是一个中年富人 戴着头巾 看不清面容 我选了一只鸡 它撑完之后 我看起它拿起砍刀就要剁 我说阿姨你别忙活了 我要整只的 阿姨看了我一眼 眼神突然变得非常诡异 她说小伙子 你确定吗 我说对呀 我回家做烤鸡用 你整只给我就行了 然后我拿着鸡就往家走 我虽然没有回头 但是我非常确定 那个卖鸡的一直在盯着我 死死的盯着我 我几乎是一路跑回了家 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发昏 眼皮抬不起来 我没有办法把鸡交给我对象处理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迷迷糊糊之中 我听着嗷的一声 我一下子就从床上坐起来了 我看着我对象拿着斗 颤抖的跟我说 老库 鸡兔子里有斗鸡 我闹瓜子当时 咚子一下 头皮啪就炸开了 我赶过去一看 一摊绿色的不可名状 说出来违规的东西 还有一米多的长了 闹了半天 我说的整机 意思是别切块 那个卖鸡大妈整机的意思是 连内脏带着那个绿色不可名状 说出来违规的东西一起 叫整机 关键宰他钱 你还让他吃那么多